而风灾过后学到了多少教训 事实上呢 当时在2009年88风灾时 台东两天内就落下了1300多毫米的雨量 资本溪溪水当时还冲倒了资本精帅饭店 您还记得吗 而有民众也指出了 其实在民国62年的时候 那拉台风当时也是这样 淹没了全温泉村 都是因为县府没有这个输郡资本溪 河床沙石根本是越积越高 导致溪水无法及时宣泄 还记得这个画面吗 2009年88风灾 资本的精帅饭店 因为抵不过连日豪雨冲刷 硬身倒塌震惊全台 当时的台东 短短两天降下了1300多毫米的雨量 才造成了资本溪暴涨冲垮了饭店 但这次的天度台风 在台东只下了400多毫米 却让资本溪再度溃体 当地军民痛批 根本是县政府输郡不力 我们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连议会他们下厢考察 还是七八个议员来 好像大家都说 这个太危险了 结果真的都不均了 军民说上次巴巴风灾后 遗留下了大批土石 县政府要清不清 让这里的河床 至少已经垫高了三公尺 每逢大雨 溪水无法及时宣泄 就会暴涨溃体 不过对此县政府解释 他们已经做过处理 莫拉克以后到目前为止 已经大概输进将近200万方的土方 那要整个河川能够稳定的话 至少至少 还要再输进将近200万方 遇到台风才要输进 让资本的居民天天活在恐惧里 就怕下一次再溃体 自己的家园会不会也像当初的 精帅饭店一样 倒下去什么都没了 中文新闻红书三 张哲如SNG小组 台东报道